其实这回呢就因为George Frost这个Richard Brook的这个黑人被这个警察暴力杀死的事件黑人难以忍受啊就是开始大规模的这个暴动啊示威其实有原因你看这个George Frost被这个这个白人警察用膝盖绞杀八分四十九秒而这个Richard Brook呢他其实是在逃跑他只是因为在睡觉被他不想被逮捕他就逃跑逃跑你 从后面把人打死你这扯淡嘛对不对警察应该是当你受到人身威胁的时候你可以举枪自卫你现在是等于在追击一个还没有被定罪的一个一个一个平民的时候开枪把他打死那明显就是谢私奋嘛所以为什么黑人这么气愤对不对一个酒一个一个喝点酒在路边睡觉也会被逮捕也在逃跑也会被打死你说黑人能无气愤吗对不对黑人就觉得被侮辱掉 黑人就觉得被侮辱掉了